旅韩大熊猫夫妇艾宝 乐宝 即将在7月迎来他们的二胎宝宝 为了让艾宝能够顺利地产下熊猫宝宝 饲养员们开启了昼夜培护模式 为它保驾护好 韩国熊猫饲养员江哲远 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作熊猫爷爷 2016年 艾宝和乐宝来到韩国以后 江哲远无微不至地照顾这一对熊猫儿女 还在2020年7月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孙女福宝 进入7月 艾宝进入了待产期 熊猫馆的工作人员也进入了备战状态 他们轮流陪伴在艾宝身边 随时监测记录他的情况 为他提供最及时的护理 江哲远对大熊猫福宝一家毫无保留的全新付出和吸心照料感动了很多中国网友 他们专程来到艾宝乐园 向江哲远表示感谢 对此江哲远表示 非常感谢也非常珍惜中国朋友们厚爱 中国媒体的媒体感动人员 这些媒体感动人员都很感谢 所以我感谢非常感谢 我可以做的事是 FUBAO像现在的生长, 未来的生长, 我可以做的事是